中國國防科大學生關旅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人工智能專業 美國政府懷疑關旅轉移美國軟件及技術數據回中國 用於開發巨核爆炸性應用的超級計算機 調查中,關旅因涉嫌破壞證據 而且在簽證申請及被問訊時隱瞞與中共軍方關係 妨礙聯邦司法調查,8月被捕並起訴 最近消息,關旅未婚妻楊子輝就讀加州大學耳灣分校計算機科學專業 近日楊子輝轉作污點證人後,8月31日企圖潛逃回中國 在洛杉磯機場被捕 《華爾街日報》透露,7月25日關旅在公寓大樓內被發現 在墨裡取出一個硬盤而且掉落垃圾桶 當時,楊子輝站在旁邊,經證實 該硬盤與關旅的電腦配合,而且遭到蓄意破壞 內部數據全被清除 據司法部門文件FBI通過搜查令 從Google獲得關旅6、7月在中共駐洛杉磯領館和華盛頓特區大使館多封電郵 涉及關旅對國防大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表示關切 並要求回國關旅於9月17日再次出庭 如果破壞證據罪名成立,最高可判刑20年 有場地明確也是在看 有場地明確是在座標上的 就像是在座標上的 從Google天上到白天上 天上一齊 短天上一番 在座標上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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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標的覆劃